在世界上有这样一幅神秘的画作 画中完美地演绎了一场惊心动魄的心理博弈 也被称之为人类史上最著名的背叛 这就是出自于达芬奇之手的最后的晚餐 这幅画创作于1494年 直到1498年才彻底完成 前后一共花费了四年时间 画中描绘了耶稣和他的十二个门徒 共进了最后一次晚餐 在用餐的过程中 耶稣忧郁地对着众门徒说道 你们当中有一个人出卖了我 而此时的十二门徒听后 全部都陷入了惊恐和紧张的状态 有的震惊 有的愤怒 有的甚至相互怀疑 而耶稣则平静地坐在画中间的位置 此刻他双肩下垂 双手摊放在桌子两侧 再与屋内的混乱相比 窗外则是晴空万里 这也象征着耶稣的内心 是无比的光明与平静 似乎他早就已经知道了 谁是叛徒 并且此刻 耶稣的表情 也与他被钉在十字架上的表情极为相似 这也预示着耶稣即将受难 在左边的犹大却突然慌张了起来 身体不由自主地向后挪了一下 右手撑在桌上 手上还紧紧握着一个钱袋子 显得满脸的惊恐与不安 而在其身后 还出现了一只紧握尖刀的手 仿佛随时做着刺向叛徒的准备 这一行为一开始 被很多人误认为他才是那个叛徒 但这只拿着刀的手臂 他又好像不属于画中的任何人 仿佛凭空出现一样 那么叛徒到底是谁 根据新约记载 犹大为了仅仅的三十银币 就将耶稣出卖给了犹太教员 因为在这群人当中 只有犹大显得极为恐慌 而犹大手中紧握的钱袋 则暴露了他的动机 所以出卖耶稣的叛徒就是犹大 而达芬奇也通过这种绘画手法 刻意营造出了一种紧扎而悲情的氛围 同时也紧紧地抓住了耶稣与十二门徒 在共进晚餐时 忽然说出了那句 你们其中会有一个人出卖我 以及众门徒做出各种不同的神情 和极富表现力的瞬间 都被刻画得栩栩如生 唯妙唯俏 因此这幅画也被誉为了文艺复兴之先河 因为它不仅仅呈现了故事的本身 也画出了故事中所有人的内心世界 而且达芬奇在创作这幅画实用的并不是纸 而是画在了米兰圣玛利亚教堂的一堵墙上 因为只有画在墙上 才能更好地表现出每个人的神情与动作 达芬奇为了表达画中更多的细节和亮度 甚至还用上了油漆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 油漆在墙上出现了腐蚀 致使画作的颜色逐渐褪色并脱落 后人为了挽救这幅画作 对其进行了复杂的修复工作 但最终也只能还原55%的原始样貌 而剩下的45%已无法恢复 尽管科学家们在这幅画中发现了许多秘密 但现在这幅画只剩下了55%的真迹 所以失去的那一部分已经无法考证 也许除了达芬奇本人以外 再也不会有人知道 这幅画到底还隐藏着哪些不为人知的秘密